随着过年脚步逼近 购物中心人潮也逐渐现买气 不管是运动品牌服饰楼层 或是家居百货卖场 甚至是儿童游戏玩乐区 美食街餐厅与休闲隐城 人潮都比平常来得多 今年的过年来得早 不少民众已经开始除旧不新 为自己与家里添购新行头 要用崭新气象迎接农历新年到来 吸引过年的热闹氛围带动百货商机 环球购物屏东店 趁着春节档起冲一波 一连串的回馈优惠 要让民众买东西也能减好康 满五千元我们会送一千点的点数 那点数呢你除了可以折底之外 我们今年还有非常多的正礼品 可以去做兑换 点数放大 民众可以扣点数兑换日本机票 海盗旅游或是台湾铁道小旅行 而每年春节 民众最喜欢买福袋试手器 业者强调福袋内容丰富 还加码抽奖 除了可以抽Switch 还可以参加全台八店 共推的环游世界五大洲旅游行程抽奖 688元然后限量300代 真的要赶快回来抢 那它有四重回馈 第一就是我们的基本奖 每一代一定都会有锅子 那另外就是我们有主题普代 除了锅子之外呢 我们可能会有美食金相关的礼物 基本礼在里面 第二就是你一开一代 就会有惊喜礼 最大奖可以抽到我们的电视 那第三的回馈呢 基本上我们每一天就是会在加码 抽一个Switch 那最后就是我觉得最精彩的 我们有送就是会抽出 就是五大洲的旅游的旅游金 迎接疫情解封后的第一个春节 环球购物主打欢乐团聚 走春旅游 集结30家品牌推出旧部新家店 旅游休闲服饰下沙折扣 期盼即好康 让解封消费商机大爆发 带动年节档期业绩 成长15% 记者蔡立华阳均议采访报道